我还是要先强调一下 在现在是程序委员会 所以刚刚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对于总统是不是要来立法院进行 这个国情咨文的这样一个在野党派 依照职权 依照程序 合法的一个提案 结果呢 我们因为其他的理由 而不是因为程序不符 不是因为违法 不是因为违反职权 而在这里可能要被挡下来 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这两次委员会 以及过去长期讨论程序委员会 适当的地方 因为呢刚才吴玉生委员 他过去也是我的老师 我蛮尊重他的 他刚才呢讲 他刚才跟我说 这个总统的相关职权 到底能不能寻达 能不能什么样的讨论 该不该来 说实在的确实可以讨论 确实可以讨论 但是不应该在程序委员会讨论啊 程序委员会就是只要他合乎程序 合乎法律 他就应该出程序委员会的大门 让朝野协商当院会来讨论 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辩论 好好的来针对各种不同的意见来交换 那我们进入到这个国庭志文 如果政治实质内容来讨论的话 我们认为 总统如果有意愿愿意来 而且我们的法律也规定 只要在他同意的情况之下 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他是可以做回答的 不管你要大家质询答辩 你要叫他一问一答 你要叫他说我们先提问 他才做报告 这个名词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经过朝野协商 总统愿意 针对现在民怨四起 一问重生的问题 他愿意走出脸书 走出神隐的宅男的生涯 在国会殿堂好好的跟国人做说明 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吗 如果在程序委员会就被挡掉 那就不用等到国会所谓被栽域党羞辱 他就自取其辱了啦 今天所有的在电视机前面 在网路前面看的就会说 原来马英九这么怯懦 原来马英九只敢在自己的脸书里面发表看法 马英九只敢躲在程序委员会 国民党的委员后面 当一个宅男总统 都不敢去面对所有人的质疑 现在就怕被人家背隔 现在就怕被人家抗议 可见他也知道民怨很深啦 他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去接受挑战 我还是要重生 那是自取其辱 所以我最后的请求跟建议 看起来双方对于马总统要来报告 以及报告之后到底要怎么样进行 所谓要不要寻找这件事情 好像有讨论的意愿 那何妨就让他出程序委员会 因为下一位我们蛮期待 因为就是我们的大党编 大委员要上来报告了 有没有办法针对我们在野党派的看法 就在这里 我们就不要在那里大碎够了 有一个良善的共识 民主的向前进 就让我们林洪池委员大党编 如果有一个结论 这绝对是今天